0403花蓮地震搜救进入第八天 有了重大进展 初步研判 游信一家五口都已经寻货 特搜队先是在沙卡当步道 下午三点前 已经将游爸爸和大女儿 顺利脱困送往殡仪馆 而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更是在附近的石队里头再发现 一次是游妈妈还有游小弟 两个人是紧紧环抱在一起 最后五点多 搜救群Wilson又再寻货第五人 研判应该是游小妹妹 游家五口全找到 地震失联者剩下三个人 来来来来 受困石堆里好几天 游信一家五口的爸爸和大女儿 终于脱困能回家了 0403花蓮地震 搜救第八天有重大进展 特搜队和大型机具 持续停进沙卡当步道 从中午到下午三点 将先前救治到位置的游爸爸和大女儿 从石堆中救出送往殡仪馆 更在附近发现大量蚊虫 持续向下开挖 找到另外两人 两人被发现当下紧紧环抱在一起 让现场特搜队忍不住鼻酸 但受困多日 遗体已经难以辨认身份 初步比对一旁的包包 就是由妈妈递震当天所背的 另一个鞋背包里 也有游家三姐弟和妈妈的健保卡 接着更在五点多发现第五人 初步研判 游行一家五口都已经寻货 Wilson那些搜救群 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最后一位 一看就知道是小朋友 应该是照片中最小 就是游家最小的妹妹 另外四具大体也是在附近而已 另外也有当地民众最新通报 在五间屋附近 1.8公里处地震当天 募集新加坡籍夫妇的最后身影 特搜队持续将0.5公里 1.8公里 两处大封闭列为搜索热区 能做的只能协助他们赶快回家 既有华联综合报道 0403强镇苏花泰鲁阁段 多处土石坍塌 一辆汽车行车记录器 拍下了山崩的惊险瞬间 在民隧道停车躲过了一截 不过影片当中还拍到一辆重击 让不少人很担心重击歧视的安危 如今他的身份也曝光了 是天翔派出所的远警 周彦志一度失联 索性他徒步逃了出来 也直接投入了救援行列 轿车行进蜿蜒的苏花公路上 一台重机过弯 辆车交汇过后 没多久开始一阵天摇地动 落石竟在咫尺 轰隆落下砸向车顶 驾驶精彩油门冲入民隧道 不是吧 0403花莲地震 当下这台轿车行进苏花公路 泰鲁阁九区洞附近 发生地震后 赶紧躲进民隧道 记录下惊险一幕 影片po网网友注意到地震前 还有一名重机骑士刚好经过 不禁担心其他的安危 而如今他的身份也曝光了 是天翔派出所的远警周彦志 当天直轮夜班后下山回家 遇到地震一度失联 千军依法之际 远警将重机停在民隧道内 躲过一劫 由于地震当下通讯不良 只能临机应变 把重机留在隧道 自己徒步走回派出所 立刻投入救援 人民保姆历劫归来 同仁放下行中大石 也被全民救灾的任性 留下一笔记录 简程经验欢迎报道 零四零三强政当天 有位父亲才刚刚踏出家门一步 整栋大楼开始剧烈摇晃 而第一时间他想到 生病的儿子还在家中 赶紧掉头冲回四楼 带着儿子逃出家门 好在父子俩最后都平安无事 不过也让人看见了 父爱的伟大 回想起零四零三强政当天 住在花莲复义 金华社区四楼的吴先生 才刚踏出大门一步 准备倒垃圾意外碰上地震 整栋楼左摇右晃 下起瓷砖雨和其他邻居 匆忙逃命 吴先生当下的情绪和剧烈摇晃的大楼一样 忐忑不安 但让他更担心的是 还在家中生病的儿子 第一波地震结束后 掉头冲上楼 我第一个步骤 想着我生病的儿子 我上去的时候 第一个就想到我儿子 什么都不搬了啦 乱七八糟了 先把他用起来 用轮椅 把他吹下来 这一瞬间 吴先生不顾一切 只想救出儿子 邻居健壮也上前帮忙 顺利逃到安全的地方 这些照片很重要呢 对 没办法 没关系 我和你儿再洗就好了 正后的家中一片凌乱 但看着墙上满满的照片 是吴先生和儿子一家 住在这里六年的回忆 好在一家人都平安无事 也让人见识到父爱的伟大 谢谢陈金叶 花莲报道 0403强镇 重创了花莲县 大约125家食材业者 盘点栽损 初步估计 总共将近十亿元 而有业者的监视录影器 更是拍下了强镇发生 当下工厂剧烈摇晃 食材就像是骨牌一般倒了下来 场面是触目惊醒 就在强镇前几秒 小黑狗突然冲进石头板材工厂 还没等员工们反应过来 一阵天摇地动 整间食材工厂剧烈左右摇晃 食材就像骨牌一样 瞬间倒下扬起大量成烟 大火站都站不稳 赶紧拔腿狂奔 水泥地面裂开一个大缝 至于食材游得从中间折半 游得到地后变成碎片 这些都是清出来了 看着从工厂内清出的碎裂食材 堆成小山 但业者心在堂屑 有的业者更惨 将近八成的食材都回损 花莲光华每轮新城工业园区 约一百二十五家食材业者 受零四零三地震重创 损失初估超过十亿元 光是清理恢复 就得花上两个月 大概会比较零二零六 就一百零七千零二零六的措施 就有一些轻硬的 工厂赶快复工 帮他轻硬到一个堆滋场 还有一些机器的调整 当务之急 县府跟经济部赶紧协助业者轻运 挑战修复场地器具 只是六年前零二零六地震 造成的灾损还历历在目 如今梦魇再度上演 日子何时才能恢复平静 记者陈敬叶华联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